北京《日報》報導 1號晚8點至昨天下午1點 陝西漢中市鎮巴園遭逢暴雨 漢江、嘉寧江、江之流普遍出現水漲 其中漁渡鎮、仁川鎮、赤南鎮出現特大的暴雨 3小時江雨量超過100毫米 漁水河漁渡斷、赤南斷更出現超過境界線的大洪水 據漢中市的防信辦消息 直至今晚包括鎮巴園在內的多個村鎮仍然會出現暴雨 估計於明天才會逐漸結束 網上流傳片段顯示 有關的暴雨引發山紅和泥石流 洪水衝入村鎮 街道被淹沒 一些民房被破壞、道路被沖毀 停泊的汽車也被泥土石塊淹沒了一半 洪水導致大部分鄉鎮停水停電、通訊中斷 有大面積的農作物被毀 鎮巴園政府已經啟動防信三級應急措施 官方通報指 全員至少有80條的道路損毀 被破壞的房屋有148間 其中嚴重受損的房屋有9間 有24間倒塌 據初步的統計 受災人口達5637人 截至昨天下午4時30分 已經有4533人被移送到安全區域 不過官方沒有提及災難中有人身亡 但社交媒體上已經出現了尋人啟示 表示有村民失去聯絡 陝西省氣象台今天繼續發布暴雨橙色預警信號 目前漢中市東南部部分縣區降雨量已經達50毫米以上 有關情況可能持續